今早的ET各股推介是美团3690 简选原因说到 公司上一季的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经调整的盈利是35亿人民币 按年是纽规为盈 高过市场预期的8亿元 因为核心本地商业经营利润率有20.1% 高过市场预期的17.6% 而新业务亏损较预期为少 收入按年上升28% 符合市场预期 根据最新业绩的趋势 大行估算美团全年可以扭规为盈 较原先估计的提早一年 彭博综合预测 美团今年经调整的盈利有20亿 明年大增超过5倍到140亿 美团现时面临的风险主要是潜在被减持 腾讯将会以实物分派美团的股份作为股息 对美团股价造成短期的沽压 美团董事长黄卿说 会向腾讯南非大股东Naspers发起对话 解释美团的业绩和长期设论 策略上内地疫情进展和潜在被减持 未来或者会令美团股价出现震动 美团昨天帝海高收 早段低建128.5 收市倒升2%至139.4 在基本面向好资金面不利之下 可以在140元以下分住收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